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杰,一个生活在德国五年的刘德华 我是2015年来的德国,2018年拿到的永居 也就是说三年左右的时间我就拿到了绿卡 那据我所知德国还没有华人比我用的时间短 所以这一期呢我就要教大家一些秘诀 其实来德国移民最靠谱,最实惠的办法就是来德国读一个MBA 但是有两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就是你能如期的毕业 第二就是你毕业之后能够找得到工作 众所周知在德国毕业有多难 有很多人读书都读抑郁了 所以如果说你是打算来混的话 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关掉这个视频 如果说你准备好好奋斗的话 那继续往下看 首先我来说说来德国读MBA都适合什么样的人 第一呢就是工薪阶层 来德国读MBA和英美比的话 那价格不要好太多哦 在英美读MBA的话 你最少要准备个100万人民币吧 但是在德国呢 学费就从1万多欧到4,5万欧之间不等 生活费也比英美要便宜很多 所以说生活费加学费加起来 最便宜的话 十几万人民币就可以搞定 第二呢就是适合国内学小鱼种的人 那在德国的公立大学啊 硕士是不能够换专业的 所以很多比如说学德语的同学来到德国想读硕士的话 那只能继续读德语硕士 那如果你学一个商科MBA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和限制 再一个就是他比较适合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 这样的话你毕业之后找工作的难度会小很多 第二点我想说申请德国MBA都需要哪些资料 第一呢就是英语成绩 比如说托福雅思是必须的 还有就是RPS 然后GMAT呢是根据学校的要求不一样 比如说好一点的上学院 他一定要求GMAT 而且至少要600分以上 接下来咱们说说怎么选择学校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肯定要根据你的预算 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有限的话 而且要本着省钱为首要原则的话 那你就选发出了里面开设的那些MBA课程 这种项目的话价格一般会比商学院低很多 有的一万多欧就可以申请到 如果说钱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 那你就去申请私立的商学院 学费基本上会在三万到五万欧之间的样子 比较有名的商学院有来比奇商学院 Handelshochschule Leipzig WHU 这个在Düsseldorf就有 然后还有比如说曼海姆商学院都可以申请 那这几个私立商学院比较的话 其实名气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大家看自己喜欢哪个城市吧 或者说看看他们开设的课程的区别有哪些 具体呢我就不在这里分析了 第二就是看课程的时间 基本上整个就是MBA program 大多数都会是两年的时间 有一些可能会要求一年 但是比较少数 那要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方面的安排来看申请哪个项目 第三就是要看学校的地理位置 我建议大家要申请西部大城市的学校 因为这样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路程上的奔波呀 就是省时间也省钱 而且就是西部大城市会有很多这个工作机会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读书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第一呢就是学生非常的国际化 像比如说当时我读的时候 我们班有美国 德国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还有南美 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同学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读书的语言上课的语言都是统一为英语 我是没有听过用德语作为上课语言的MBA课程啊 如果你碰到的话那也请忽略吧 这样一点都不international的这MBA课程可以直接pass掉了 不要去考虑它 太没有国际份了 再一个呢就是会有很多的小组讨论呀 就是你要和其他同学去一起去参与呀 就是沟通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的presentation要做 最后一点呢就是课程非常紧凑 因为MBA呢把所有课程都浓缩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到一年半吧 所以时间课程会安排的非常紧 所以就需要你大量的时间用在课后的这个预习和复习上 接下来咱们聊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就业 那MBA毕业的学生呢普遍都是去做咨询了 但是呢对于我们中国学生而言这个概率相当的低 就是我周围就是MBA的同学呀 或者说其他上学院的朋友这个圈子里面 我只知道一位是毕业之后顺利去做了咨询师的 大多数的我们华人还是说毕业之后去一个企业去做白领啊这样 再一个呢就是一般两年至MBA的课程都会包含两个月到六个月的实习期 就是你的实习报告也是含在毕业考核的一部分 其实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 而且如果说你不会德语的话 这个找实习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你要想快点找到实习的话 我建议你focus在中国公司上面 或者说呢如果说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可以考虑做财位利息的一些工作 就是没有钱的 那说一下这个找到工作的概率是什么样的 我们班有三十几个同学吧 基本上80%都找到工作顺利留得了 那还有其他人有创业的 还要选择回国的 那在我们找到工作之后呢 交满24个月的养老保险 我们就有资格申请德国永居了 那最后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怎么三年之内就拿到了德国永居呢 那我读的这个MBA课程呢 是21个月的 也就是说一年的课程 外加6个月的实习期 普通人 大多数人都是两年之内 就是两年左右拿到毕业证的 那我是怎么一年就拿到毕业证了呢 这其中是非常艰辛的 我呢当初为了能够尽快尽早的毕业 我是第二学期就去找了一个实习 也就是在一个酒店做night shift夜班 当时是白天上课 然后下课之后呢 赶紧做作业 晚上十点呢 要去职业班 十点到六点 早上六点下课 早上六点下班之后呢 我又赶紧就是补觉一个小时 然后紧接着又要去参加和同学的小组作业 所以这几个月呢 简直就是我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时间了吧 所以我的经验呢 不建议大家去参考 如果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不会这么拼命了 我会选择追求质量而不是速度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给我留言 最后呢 想在这里跟曾经帮助过我的大学姐 说一声谢谢 感谢你给我的一切指点和帮忙 我会把这些正能量继续传递给别人 那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